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五日复一日淘机 今天我们依旧来到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继续为大家淘机器 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入手二手的机器 但是又奈何自己不懂二手机行情 那么究竟二手跟全新机又有多少差价值不值得入手 今天小五就带你们去市场一探究竟 然后这台的话 它是一个苹果的12波罗马克思黑姐无所256g的冲心机的一个橙色 目前呢 市场行情的话也是在一个6800左右的一个预算 相比无所国行也是有不少的差价 目前黑姐无所的机器 你给他黑姐好之后 它就是跟无所的一样 插卡就能用 性价比也是不错的 它是一个a14的处理器 6 7寸的一个o l e 地平 性能方面是肯定不用担心的了 然后相对来讲 它的这个拍摄效果要比苹果11系列要好好一些 可以看得到 这个拍摄效果确实是比苹果11系列要好一些 然后也是支持超管脚镜头的 电池容量的话 它是有一个3687毫安 续航方面也是比较不错的 这款机型拿来当主力机 随随用 随随便便 用个三五年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最近呢 苹果的机型也是比较不好找了 然后手上这一台11波罗马克思是一个 深圳同城的一位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个机器 目前无所256g的话 冲心机橙色是在一个54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 很多人会选择这款机型 而不去选择苹果12 真正真正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苹果12它电池容量的话 它只有一个2000多毫安 一天要充电两三次 这个还是比较烦人的 然后11破罗马克思的话 它电池容量是有一个3969毫安 续航方面啊 肯定是要比苹果十二好好好太多了 然后屏幕的话 它也是一个 6 5寸的 ol 异地屏 不仅显示效果好 而且手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后置也是一个三向头 外观颜值也是非常耐看 内置的话 它是一个a13的处理器 满足我们 日常生活需求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拍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 支持超管角 支持超管角镜头 这款机型呢 在5000多左右的一个预算 来当主力机 性价比还是比较不错的 用个两三年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说你的预算在1000左右 然后自己平时呢 又比较爱玩游戏啊 可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苹果八p 黑解无所的 这是一个64g95成星的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1600左右的预算 5 5寸的大屏幕 手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它的机身散热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哟 内置的话也是有一个a11的处理器 运行高配置游戏 吃鸡王者也是不在话下 续航方面电池容量 它也是有一个2675毫安 后置一个双向头1200万的像素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这一个拍摄效果 嗯 拿来日常生活拍照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前置的话也是支持一个指纹识别 1000左右的一个预算 拿来当游戏机或者主力机 用个两三年也是完全用得住 华为妹的三菱宝石节 曾经的万元饥荒 如今在华强北也是沦为了一个千元饥 这一台的话是一个12加512g的一个大内存 目前市场冲心机成色的话是在一个 六千七左右的一个预算 后置的话 它是一个四项头4000万的像素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这个整体 整体外观颜值也是非常耐看的 屏幕的话 它是采用一个6.53寸的一个瀑布屏 曲面的手感 颜值外观都是非常巴适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妹的三菱2s宝石节12加512g的 处理器的话 它是一个70990的处理器 支持5g网络指纹面容解锁这件功能 它都是有的嘛 然后电池容量的话是一个4500毫安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这个拍摄效果 可以看到拍摄效果也是非常清晰 相比全新机的话 呃 全新机现在市场拿货也要12000左右 那二手的只要6000多 这边也是有接近一倍的差价了 最近呢 这个妹的20polo跟这个三星的s15具版本8加256的 也是市场非常畅销的一个机器 我们也是去市场补货了 然后颜色的话有非常多 保时狼黑色 呃 还有这个极光色 目前市场行情重新基层色的话是在一个2200左右的一个预算 这个是三星s15具版本8加256的 一个黑色 一个彩色 这款机型的话 目前是在一个1800左右的一个预算 支持5g网络 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的 华为妹的40polo 手上这是一台白色的 呃 8加256g 冲心机的一个橙色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6500左右的一个预算 性价比还是比较不错的 目前呢 官网这款机型也是缺货 全新机的话 目前一家空间也很大 目前的话是在7500左右 这边也是有一个1000左右的差价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机器的整体外观颜值 也是非常不错的 屏幕的话 它采用的是一个6 76寸的曲面屏 然后后置的话是一个5000万的像素 电池容量也有一个4400毫安 性能的话 内置它是一个麒麟9000的处理器 哪来当逐利机用个三四年 这款机型也是没有问题 同时也是支持鸿蒙系统的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拍摄效果 可以看到它这个整体拍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手感也非常舒适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配件 呃 这个手表就是目前华翔北非常火的一个gt2polo 它的一个具体功能呢 你们可以看我上期素材有讲解到 然后 它也是一个升级款的 续航会更好一点 呃 它有配套这个黑色的 表带 然后跟这一个硅胶的一个表带 然后价格的话是在一个200左右 性价比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这款是苹果的手表 苹果的s6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功能的话也是非常的多 QQ通知 微信通知 然后支付宝离线支付 心率血压之间都是有的 也是支持一个磁吸充电的 这个的话也是在一个200左右的预算 它是有配一个黑色硅胶跟这一个白色的钢带 然后这个的是华翔北二代二代1562m 它的续航跟音质都非常不错 跟正品的话基本没有什么相差 然后续航也会比正品的要好 价格的话 这个是在100左右的一个预算 然后这个的话是1562a 然后它是 我们起来看一下 它是支持一个降噪通透的 支持一个降噪的 然后价格的话是在一个200左右 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小五的给小五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